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今天是他復工首日 將會走路來到台大醫院去上班 那其實呢 八年沒有回去 他剛剛也說了這個復工心得 那你來聽最新說法 我是跟人說不要再用心了啦 用舊的就可以 那你八年沒進去 我昨天他們傳了照片給我 他們連夜也在打掃 就是你昨天看那個照片 不是啦我第一次去看 髒的跟垃圾堆一樣 昨天照片給我來說 怎麼乾淨這麼多 那可以聽到 柯文哲也是表示說呢 今天是復工首日 過去這個辦公室啊 已經好久沒去了 現在呢其實是 原本像垃圾堆一樣 現在已經打掃乾淨 今天呢會回到人事處 來進行一連串的流程 不過先前也有談到說 他其實回到台大之後 有一個任務也就是要辦理退休 因為他認為沒有辦法 身兼台大醫院的工作 以及民眾黨的黨主席 那接下來有沒有預計什麼時候呢 他說這也是要跟人事處來談 另外一方面 他今天是步行上班 大概要花三十分鐘左右的時間 原本啊是說他要騎著 這個王世堅送他的腳踏車 來復工 那為什麼今天沒騎呢 他說因為這個腳踏車啊 被打包到另外一個辦公室去了 所以今天才會先走路上班 到最後一個時間 mismo 让我們乎到 iki天 到最後一個人 早就回來 就好了